在美国和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之际 朝鲜的官方媒体再次发出警告称 可能对美国和关岛进行打击 详细情况请鲍荣来介绍 鲍荣 好的 林森 那么我们知道呢 美国和韩国的目前的军演 是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那么朝鲜的21号是警告称 那么即将到来的美韩军演 是一个非常鲁莽的行为 那么将半岛局势呢 是推入了不可控的一个核战争阶段 朝鲜官媒劳动新闻呢 目前是警告称 军演是一个敌对的表现 那么谁都不能担保军演 就不会演变成为一个真正的核战争 该报还警告称 可能爆发这个不可控的一个核战 并称平壤的军队 随时可能会打击美国 关岛以及夏威夷 而且说到那个时候 将是美国的本土 将无法躲避这个无情的打击 那么美韩呢 本周一呢是开始进行这样一个 已知自由卫士的联合军演 为期11天 那么一共有1.75万名美军 和5万的韩军参加 那么韩国的所有力量呢 目前呢是主要部队 都将参加这样一次军演 那么参加军演呢 还要来自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英国 等7个国家的军队 不过呢 比起这个以往的美韩军演呢 这一次的军演 其实是这个规模有所缩小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详细的报道 美韩两国军队 每年夏天 进行已知自由卫士演习 是针对计算机模拟的朝鲜袭击 做出反应的 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协调行动 今年有大约 17500名美军 和5万名韩国军人参加 美军去年参加军演的 有25000人 军方领导人说 除了春天举行的 地海空联合军事演习之外 夏天的年度军演 对于不断部署的新兵 是必要的 我们说的是战争 不是练习阅兵 所以必须不断更新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最近宣布 赞部队美署 关岛附近的水域 发射中程弹道导弹 从而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美韩军事演习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这一举动 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冲突 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 美军已经锁定目标 蓄势待发 并以烈焰怒火 对任何攻击做出回应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华盛顿似乎已经对平壤 最近的克制做出了回应 缩小了今年的演习规模 减少了人员 也没有动用核轰炸机 和其他战略资产 像朝鲜释放调节姿态的一种办法是 我们不会投入任何像B-1 F-35或者核动力潜艇 这样的战略资产 朝鲜星期天指责 美韩军演会火上浇油 加大平壤 进行导弹试射和核武器试验的可能性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星期天否认说 今年的演习降低规模是因为考虑到朝鲜的反对 这是防卫韩国的一次军演 是个联合演习 这都是由美韩官员很久前制定的 朝鲜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 称之为入侵排练 中国和俄罗斯也要求美韩两国暂停军演 同时也敦促朝鲜暂停导弹和核武器试验 美国之音记者帕顿首尔报道 是的 那么专家也是预计朝鲜对此次的军演会做出愤怒的回应 去年朝鲜在美韩军演之后发射了导弹 并且进行了第五次核实验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周则强调 朝鲜发射导弹的可能性有所上升 他警告说如果有导弹射向日本 关岛和美国 甚至是韩国领土 美国将立即采取行动将其击落 林森 好的 感谢记者暴容在新闻中心的报道